今天是2024年8月15日星期四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慧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主要想和大家讲两个话题 第一个是关于《南华早报》有报道说 过去五年有916位香港人 分别向英国和澳洲申请庇护 但总数加起来只有80宗获批 假设所有获批的都是在这段时间的申请 都是连10%都没有 当中反映的情况我们今天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第二个话题我们就会讲一下国安案被告周嘉诚 他涉及另一宗善章信件带出监狱的案件 在昨天的8月14日判刑 他被判三天 同案协助他的助理律师罚款港币1800元 当中周嘉诚的求情信里面 再一次展现黄友的自私 写到有多无赖 今天就想和大家一起看看 先看一看港人向英国澳洲申请庇护 究竟有几亿 《南华早报》报道 由2019年到今年2024年的4月 澳洲就收到584份申请 但只有五份申请是获批的 英国在近乎同一个时段 收到332份申请 就有75份申请获批准 而无论是澳洲还是英国 都有未成年的人士申请庇护 另外有一点值得留意的 在2020年的国安法实施之后 是申请庇护的高峰期 但去到去年2023年的年中 就已经开始回落了 更重要的是 澳洲方面 港人申请庇护的平均处理时间 在过去那几年就急升了 由2018年到2019年度 用的是198日 增加到2023年至2024年 截至到4月 用的是1340日 时间用多了超过6倍 西方由2019年开始食正 手中煮船率 疯狂地抽水 现实是原来所谓的帮忙 十分一都没有 其实我们之前都分享过 不少港人申请庇护的时候 如何被人刁难 民主人权之下 西方国家都是很现实的 在他们的眼中 说得好听点就是 难民求庇护 现实很大机会是认为 一个身无分民的人走过来 还要我花钱去养你 一班黄黑当年听到西方说两句 就以为找到靠山 结果到了去求帮忙的时候 虽然未即时被人请食柠檬 但无了期拖你 都已经足够玩残般黄黑港人了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 英国《卫报》在去年的12月就报道了 英国内政部拒绝申请庇护的理由 千奇百怪 当中就有理大的暴徒了 他就获得国安通缉反 罗冠聪写信去推荐 怎不知内政部就说 封信没有日期 以及罗冠聪又没有放到联络地址 没有看重封信之余 最终就拒绝了申请了 即是靠把口的罗冠聪 就可以做难民 出手那些就对不起了 努烦你去第二个地方 排阁申请做难民的队 痴心错父 真是只能怪自己傻子 当然 刚才说的 是用了西方角度出发去看这件事 但如果反过来 用黄黑分子角度去看又是怎样呢 要知道 黑暴期间黄黑阵营是不理3721 凡是被捕的 都会用政治犯这个名字 帮手足带上光环 当有人自以为 纵火打人破坏 是争取民主的时候 西方的拖延 甚至是拒绝庇护申请的行为 说了你们知道 其实他们是怎样想的 对于他们 黑暴只是犯法 并不是抗争 836份 还处于审批拉布之中的申请 有多少份是温水摸鱼 想着搏大帽呢 当然就没人知道了 但就很有可能成功实践了 他们一直以来提倡的揽炒 就是自私仔就累全家了 黄黑将心向着英国澳洲 奈何西方就喜欢玩东西 见到手足被人玩到残借了 罗古聪 许智峰 真的要多多发声 谴责偏袋一下英国澳洲 西方违反人权 当然不可以容忍 说起黄有自私类人 就不得不提周嘉诚 话说他在2023年5月 自己仍然在收押所时 未获承教授权之下 将一份申诉专员公署投诉的表格 交给一位女律师 带离开监狱 因而被控 将未经授权物品 攀离监狱 案件在7月时 已经判处罪成 来到昨天就判刑 他被判监三日 与其他案件的刑期分歧执行 同案的助理律师 胡泳斯 判罚款港币1800元 他的代表大律师又说 胡泳斯可能要面临牌 同一日周嘉诚 在社交媒体上上载了他的求情信 当中离不开 自己在监狱遇到不公平的对待 又在批评 情教横盲 总结来说 都是说自己犯法 其实都是逼不得已的 当中有一小段 我就想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周嘉诚是这样写的 法官各下 其实自从被警方拘捕之后 我一直感到非常愧疚 那不是因为我坚持申诉 而是我连累了一位初出茅路 非常进责 从来无需我担忧分毫的律师 无论这宗案的结果是怎样 他都必定面对律师会召开的纪律聆讯 我为此感到万分抱歉 但我绝不会被这份愧疚激沉 我会化愧疚为戒律 警惕自己日后做事要顾及别人的安危 当然 涉案的助理律师怎样想 有没有觉得被他连累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但既然周嘉诚知道自己累了人 一面就在说对不起 另一面就振作的时候 好像说到会继续抗争 最疯狂的是 现在才说日后做事要顾人安危 大哥 2019年的黑暴 就是因为正棍的所谓不割席 令到街头暴力失控 多少人因为意见不同而挨打 你们一早就已经害了很多人了 不是到现在才忽然觉醒发觉 原来自己的行为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当然黄瑩说句sorry从来都是得把口的 非常之cheap 他们甚至可能认为 涉及手足的先知是叫做连累人 其他人就看到都当看不到 sorry都省回 所以说黄有说人权自由 关他们事发生的在他们身上 不就是重要 什么叫自私 皇友真是再一次完美地示范 今集的今日焦点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